好 接上个视频 现在呢我已经勾到这个最后的位置了 最后的位置呢我们还剩两针 剩两针这里是要剪针的 然后我们这里就勾出来一个未完成的短针 然后在最边上这个位置 最边上的位置给它穿进去 再勾出来一个未完成的短针 然后我们绕线 一次性带过 好 现在就剪掉一针了 然后我们立一个起立针 把这个小鞋子给它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 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里第一针 这个是第一针 然后呢我们第一针不勾 然后再直接就在第二针上勾 就相当于剪掉了一针 我们这个小鞋子呢 小号的就给它勾四排 勾四排的短针 两头要剪针 然后那个像勾 勾一岁左右的 九到十二个月一岁左右的 给它勾五排 勾深一点 其他的就勾四排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这里中间就是都是不加不减的勾 中间不需要剪针 全部都是不加不减的勾 勾到最后再给它剪针 就是开头和结束都要剪针 然后一共勾四排 现在我已经勾的是第三排了 我们第三排两边剪针 第四排两边剪针 这个呢 我就不再多演示了 然后大家自己动手 把这两排给它勾好吧 好 现在呢 我已经把第四排给它勾好了 最后还是一个剪针 然后勾好之后呢 我们立一个辫子针 我们就留一段线之后 给它剪断 剪断 我们就开始藏线头了 拿出我们的缝合针 材料包里给大家配的都有这个钢针 然后我们就把它藏在 我们勾的这些短针里面 多藏一段 然后它就不容易脱线 直接就横着挑这些针目 把它藏在里面就行 然后给它整理一下 好 这个小鞋子 这个鞋子的 这个主体已经给它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来勾这个鞋舌 勾鞋舌 现在我们拿出线 还是拿出这个主色的线 然后我们在这个 这个外勾长针的位置 我们在这个上面 敲这个辫子 然后 我们首先给它打一个活结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样转一圈 然后捏住这个交叉点 然后 勾针 带线 勾出来 这样就是打了一个活结 如果大家不顺手的话 可以自己动手打一个活结 然后呢 我们从最边上这一针 入针 穿针进去 然后把这个线给它勾过来 勾过来之后 我们这样接线 然后立一个锁针 好 现在这个线已经把它固定在这里了 我们一共立三个 二 三 好 立三个锁针 然后绕线 我们在下一针里 下一针是要勾内勾短针了 然后我们就在里后面 勾内勾短针 然后呢 我们 这样就在后面把这个线头一边勾 给它一边藏起来 放在勾针的上方 一边勾一边藏 现在呢 我已经把里面这个内勾短针勾好了 然后我们又要到外面来勾了 横着桥外面这个针末 然后把这个线给它绕一下 然后再勾线出来勾外勾长针 然后绕线 再在里面勾内勾长针 勾内勾长针 就这样一直勾 勾到最后 我们开头和结束都是 都是勾的外勾长针 这个上面对应的这个花形 这针法还是一样的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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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